后疫情时代 疫苗接种证明还有筛减阴型证明成了人手必备 而这些证明大部分是以纸本为主可能会有未造的隐忧 因此有日本业者开发出了手指辨识系统 民众只要轻轻感应就能够读取到了相关的资讯 另外病毒筛减的技术也有新的进展 中国北京大学最近推出了吹气侧新冠 只要朝袋子吹气30秒 这10分钟后就能知道筛减结果 把手轻轻放到感应器上 电脑荧幕就显示出接种证明 只要民众先用手机注册好相关资讯 以后到外面需要出示证明的时候 就能透过手指静脉扫描 轻松快速入场 有了这套手指辨识系统 以后民众忘记在纸本证明也没关系 营业场所业者也不用再担心纸本文件太容易未造 而且除了接种证明 筛减阴性证书当然也能用手指辨识 不但方便也更有效率 开发团队表示 未来预计在办公室和工地展开试验 目标是能运用在大型活动场所 集成呼出器采样 气象色谱离子迁移谱检测和机器学习模型 研发出了新冠感染的无创呼出器 挥发性有机物组合指纹筛查系统 病毒检测技术也有新的进展 中国北京大学最近推出了吹气测新冠 不必再用长长的棉花棒戳鼻孔或喉咙 只要朝小袋子呼气30秒 5到10分钟就能知道检测结果 研发团队表示 新冠患者呼出的气体中 有些特殊的化学物质就像指纹 如果验出这些成分 就代表感染新冠 总和报导